哈喽大家好 今早我来到了女余路749楼 今天是位于正宁路一溪 刚开始路一栋 日三年去的最东西 七月表小快 跟着749楼跟着龙荡 里像发生过脚鬼的故事 而且呢 跟着龙荡是像米宫一样的龙荡 那么为啥跟着它干呢 今早就跟着我进的 也到去看一看吧 于原路749楼出名 那是在于抗战时期 这里基本上是汪伟特工头目居住的地方 因为此地呢 离万航渡路上的76号特工总部 只有几百米 龙荡内的独立住宅很多高墙深远 而且每栋建筑都似曾相识 但又有不同 同时 他们一直在着 有点不知道 如果你们在订阅上 或许多加签行 大家可以取得大 什么 大家 有点 方便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后面它沦为汉奸 其实大汉奸周富海的住宅在上海有很多处 最有名的就是湖南路262号现在的湖南宾馆 也因为它是湖南人又住在湖南别墅 所以呢在1943年它就把门口的这条猪儿点路改成了湖南路 一直啊用到了现在 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65号里面 里面是一个大院子 可谓是别有洞天 好的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 我们下期间啊 来 让我放入鸡肉 我们把它搅拌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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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弄的67号呢 则是76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斯堡 和于爱珍夫妇的住宅 同时呢 31号也做过吴斯堡办公的地方 吴斯堡呢 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著名的黑社会人物 是万航渡路76号的特务 31号在抗战胜利后 作为逆产被国民党政府收回 著名爱国人是教育家实业家 中国名门主要发起人黄延培 曾经在此居住 1946年2月20日 他在这里举办了茶花会 宣布成立名门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 除此之外呢 七四九龙还居住过上海滩一些的山谷政要 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帆 南京路养子饭店老板关玉婷 还有呢 为蒋介石宋美龄证婚的余日章 牧师等等 如果你不知道张道帆 那你知道蒋碧薇或者是徐悲鸿吗 蒋碧薇是徐悲鸿的前妻 年少时呢 徐悲鸿和蒋碧薇为爱私奔 共同去了法国 在欧洲认识了英俊潇洒的画家张道帆 以为人妇的蒋碧薇呢 拒绝了张的爱慕 可后来呢 蒋碧薇单身了 最终成了张道帆的红颜之计 1948年呢 蒋碧薇和张道帆一起去了台湾 迷宫一样的弄堂 就像我们啊 旁观迷一样的人生一样 这里呢 四通八达 五方杂处 现在看来啊 这里呢 还混合着复杂 又有一点高贵的意味 说不清道不明 反正啊 有机会 您一定要到这里来 走一走 看一看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 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